各位听众,在本周的观察家栏目中 焦点仍然是饱受极端思想和战争蹂躏的中东地区 我们为您带来关于土耳其、伊朗和野门的三个故事 此外,得益于智能手机的日益流行 很多瞬间也被捕捉下来 其中也包括最近再引起风波的 美国警察轻易开枪致命的多个片段 2014年以来 离开法国去叙利亚参加圣战的极端分子数字翻了一番 他们通常取道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越境进入叙利亚 和这些人的路径相反 一个土耳其人奥马尔讲述了 他如何帮助一对脱离极端武装的法国年轻人的故事 这对年轻人离开伊斯兰国盘踞的拉卡市 卖掉乳气换取路费 并以怀孕的理由让伊斯兰国头目开出到伊斯坦布尔的路条 当有人联系奥马尔 问他是否能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时 奥马尔毫不犹豫的答应了 因为他自己的一个堂姐妹就加入了极端武装 他知道作为家人的感受 奥马尔帮助这对年轻人换了旅馆 因为很可能他们会被极端武装当作叛徒来悬赏 两人中的男孩解释说 离开极端武装是因为那边没有任何可留恋之处 他发现情况远远不像想象中的美好 多次使用了狗屁一次来形容 而极端武装也并不信任他们 把他们安排在战区之外 甚至一度当作间谍来关押审讯 最终他们决心返回 然而在伊斯坦布尔 法国领事馆给出的建议却是 让他们向土耳其当局投案自首 然后等待遣返回法国 期间既没有司法援助 也没有经济援助 目前这对年轻人正在土耳其的拘留所里 被分别关押 监禁条件很差 但好在能够定期见面 巴黎的一位人权律师就此解释说 几乎所有越境参加盛战的年轻人 都是偷渡进入土耳其的 并且毁掉了自己的身份证件 因此法国领事馆要重新出具身份证 并且经由土耳其的拘留所 把当事人遣返回法国 他们回去之后 还很可能要面临参与恐怖组织的指控 以及四到八年的刑期 伊朗当局最近利用古代艺术 来宣扬女性戴头巾和面纱的美德 为此一副古代石碑的海报 从伊朗新年开始 处理在首都德黑兰的街头 然而有专家仔细端详却发现 石碑上雕刻的戴头巾人物 却是一位男性 伊朗宗教当局要求女性戴头巾和面纱 并且试图用古代的作品 来论证这种服装具有悠久的历史 这次宣传运动的海报主题 是距今约2500年的 阿契美尼德王朝的作品 图中有三个人 中间的一位看上去身材相对较小 服饰华丽 戴着头巾和面罩 因此官方把它作为宣传的焦点 但是一位匿名的伊朗记者对观察家栏目表示 这幅石刻作品来自波斯波利斯宫殿东段的楼梯上 它表现的是波斯帝国统治下各民族向大流氏皇帝进贡的场景 图中的人物实际上是米迪亚战士 而米迪亚人向来有戴面纱的习惯 通常来说 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宫殿和官方建筑上 不会出现妇女的形象 因此可以确定 伊朗当局着力强调的这一形象 实际上是个男人 而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 这一时期的艺术作品 其实并不排斥女性 相反 刘存至今的其他作品上 很多时候女性是以裸体形象出现 甚至在伊朗国家博物馆中 有数千件作品反映了男女之间的性行为 这些作品自然不会被公开展示 不过大约十年前 开明派总统哈塔米在位后期 一部分伊朗记者曾经有幸看到过这些作品 野门南部的亚丁市 是胡塞叛军和支持总统哈迪的武装之间的血腥战场 而从这场战争一开始 双方就都使用娃娃兵 他们在不同场合下被拍入镜头 从而被全世界所看到 在三月底传到YouTube上的一段视频中 能看到几位少年手持冲锋枪 在残破的街区中作战 观察家栏目当地一位通讯员确认 这些年龄在15到17岁之间的少年 是支持总统哈迪的人民委员会武装的成员 而胡塞武装方面也并不隐瞒 他们使用娃娃兵的事实 他们自己上传的一张图片 拍到了三名穿军装的士兵 其中两人明显脸上志气未脱 而亲政府的人民委员会还发布了 另外几张关于胡塞武装俘虏的照片 其中也显示出有未成年人存在 另外在推特上流传的一张照片显示 三名孩子蹲在地上 正在利用收集来的各类空瓶子和汽油 制造燃烧弹 非政府组织儿童议会的一位成员 雅新对此表示说 胡塞武装阵营中使用的娃娃兵 要比对方多得多 招募方法也很简单 就是用钱来引诱家庭 要么给家长提供一份工作 要么帮家里还债 然后就把孩子带走 这些孩子先接受意识形态洗脑 然后接受军事技能培训 接着就被送上战场 几天前人民委员会俘虏了 大约十多名胡塞武装娃娃兵 都在16岁上下 当被问到打仗的理由是 这些孩子说 他们的首领告诉他们 是在和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作战 不过也门亲政府的武装 同样招募娃娃兵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2012年一份报告就曝光 他们那时拥有控制着 大约4万名未成年人 在最近的战事计划之前 双方阵营的这些娃娃兵 很少出现在城市里 通常活跃在乡村地区 对当地的某些部族来说 孩子持枪不但没有什么羞耻的 反而是成熟和男子乞丐的标志 各位听众 以上就是今天观察家栏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详细内容 欢迎您登录 法国24电视台浏览 法文版和英文版内容 本次节目是由凯文为您采编 感谢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